接下来,机长就带人离开,走的时候一连紧张,见到机长满是心惊地离开,我有些疑惑地询问刘老七,问 七叔,你咋跟他说的?怎么吓成这副模样? 刘老七嘻嘻笑着说,他只是用了一点点小手段而已 至于是怎样吓人的小手段,刘老七并没有告诉我 总之,搞定机长,那么就是好本事 没一会儿,机长满脸慌张地跑过来,跟刘老七说他们死了一个人 刘老七伸出一根手指,放在嘴边竖着,冲对方做出嘘声的姿势 机长连忙捂住嘴,生怕说出来吓到旁边的乘客 走,我们去瞧瞧 刘老七冲我跟男爷点了点头,然后就起身跟机长走 我跟着男爷解开保险带,也是跟着 当我们来到洗手间位置的时候 几个安保人员正满脸紧张地站在门口 一个个手里头都是拿着木棒,警惕着望着洗手间 好似在担心什么吓人的东西跑出来 机长在前面小声地开打 都让开,刘教授过来了 刘老七昂首挺胸,一副专家的模样 我跟男爷一左一右跟在七叔身后 让人家一看,我们就是专业的 刘老七转身问机长 躺下的人在哪儿 哦,在那里 机长伸出手指,指了指旁边白布盖着的尸体 慢慢走过去蹲下来打开 我来 刘老七走过去 直接伸手将尸体身上盖着的一块白布 全部接下来 只见一个安保死不瞑目 瞪大双眼 像是生前见过什么极为可怕的鬼怪 机长在旁边问 刘教授 他身上没有半点伤口 是怎么死的 刘老七点头解释说 是被活活吓死的 问言 机长跟几个安保人员都是脸色严肃 带着紧张和畏惧之眼 我在后面忍不住想要发笑 人还有被吓死的 这个说来还真是够可笑的 你们不感觉可笑吗 真的挺好笑的 只是这个时候 我并不能笑出来 要不然就成了幸灾乐祸 得罪人了 嗯 盖上 刘老七冲机长说了一声 机长急忙将尸体重新用白布盖上 毕竟尸体放在这里挺吓人的 用白布从上面盖着 别人 别人根本就不会看到和知道 有时候看不到 也就不会那么感到害怕和心惊 走 进去瞧瞧 刘老七说了这么一声 就推开洗手间的房门 打开房门里面一片昏暗 什么都看不见 倒似 洗手间的灯坏掉了 从里面 弥漫出一种阴冷的气息 我们跟在后面都是有些心里头发颤的 搞不好 洗手间里头 真的有脏东西 要不然里面怎么会这么阴冷 怕只有阴魂藏身的地方 才会这么冷 这个时候 机长突然从身后 紧张的脚步酿肠地摔到地上 将我们都是给吓了一跳 机长赶紧从地上站起来 姗姗而笑 对不起 对不住了 你们都在外面先等着 进来也帮不上什么忙 相反 还会被对方攻击 刘老七的话 犹如一刀圣旨 让机长等人都是松了口气 好的 刘教授 机长松了口气 满是笑容 您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打扰您的 这个时候我们刚进来 紧接着 机长就从外面 将洗手间房门给关上 娘嘞 我心里头暗骂道 这个八匹 要干啥呀 这是再故意的 还是咋整啊 显然啊 是不解决这事 就不愿意从外面 开门的意思呀 刘老七站在最前面 小王 点灯 我心里头一惊 难道 我哪有什么灯啊 您这是在消遣我呢 我直接问 七叔 你说啥呀 我没有灯啊 没有油灯 更没有蜡烛啊 打火机行不行啊 七叔看着 昏暗阴森的前方说 嗯 打火机也可以 然后就往后伸过来手 我急忙将抽烟的打火机 放在了七叔手上 七叔接过打火机 然后举起来打着 微弱的火机光亮 可以让我们暂时看清洗手间 但是 几乎是没过去几秒 一阵阴风从洗手间升起 打火机 直接洗蜜 又是陷入魂暗当中 怎么搞的 刘老西站在前面 手里的打火机不断地打 打了几次 我在身后都是听得清清楚楚啊 但却是没有再打着 我忍不住说 七叔 我刚才感觉 有一阵阴风 是不是打火机被吹得发潮 无法打着火了 奶奶个腿 小王啊 你以后可得注意点 要用 就用防风打火机 要不然关键时刻 普通打火机 根本就是屁用没有 你过来 代替灯光 我心里头一惊 有些疑惑刘老西 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呀 我是一个人呢 又不是啥油灯啊 怎么能够当灯用呢 还愣着干什么 刘老西催促我赶紧过来 我只好硬着头皮 来到七叔跟前 问他 怎么当灯用啊 刘老西跟我说 我什么都不要管 只需要正面站在前面 他就能看清楚东西 我转过身 正面看向昏暗的前方 什么都是看不着 嗯 效果还不错 刘老西站在我身后笑道 人身上有三把火 你身上的三把火很旺盛 所以三把火能够照亮 整个洗手间 魏妍 我看着漆黑的前面 心里头有点没底的 咽了咽口水 这个刘老西 真是的 竟然将我 用来当灯用啊 就不怕 我身上那三把火 会被那个阴魂给吹灭了 要是真被吹灭 那么我可真就是成了死人了 正所谓人死如灯灭 弘样的人体三把火熄灭 人也是会死的 这些都是刘老西以前告诉我的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阵阴风升起 从我面前掠过 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 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沉 我急忙跟七叔说 七叔 我不会有事吧 你可得悠了点啊 千万不要把我给害了 刘老西在我身后 漠不作声 但他已经是有动作了 只见 他向前方伸出一只手 直接抓向漆黑的前方 像是要去抓什么东西 手 紧接着 我就看见刘老西 伸出去的那只手 手掌尖发出一阵红色的亮光 亮光闪烁 紧接着神使而过 我能令你出现的 出去闪烁 不过 我能令你出现的 了 说 帮助 等一下